第一題 如右途所示 甲蛋白的擺錘是銅球 乙蛋白的擺錘是鋁球 知道乙蛋白的擺長比甲蛋白長 兩個擺錘的質量跟密度如表所示 他想請問我們 哪一個蛋白的擺長的週期比較長原因為何 這個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單白等時性的應用 我們了解單白的等時性告訴我們說 一個單白的週期只跟擺長有關 擺長越長週期越長 但是沒有成正比 與擺錘質量 與擺角大小無關 所以呢我們知道 他是跟擺錘質量無關的 所以甲蛋白比較 比較長 質量比較大是錯的 因為跟質量沒有關係 所以顯然的也會跟密度沒有關係 跟體積沒有關係 所以他只會跟擺長有關係 所以呢我們應該選的是 乙擺的乙蛋白的 的週期比較長 因為他的擺長比較長 因為我們講到前面講過了 擺長越長 週期越長 所以呢我們這題的答案呢要選擇的是 豬 乙蛋白 因為擺長比較長 所以我們剛剛看見的 感谢观看